我们通常以为,马斯克不过是像马云那样的商业大咖,但其实他更是个征服了商业圈的科学家。你可以把他当作当代极少数,还在专注于发明创造的人,而且还把火箭、电动车、脑机接口等多个尖端领域,统统玩在手中。 如果说巴菲特、李嘉诚、马云、比尔盖茨他们都是远见着实的资本玩家,那么马斯克则不仅是企业的掌舵者,更是核心的总工程师。 他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,八成时间都在工程和设计现场,而不是整天忙社交或商务会谈。 马斯克对物理学和前沿科技的热爱,简直疯狂到连孩子的名字都起得像一串无法念出的代号。 你没看错,他那最小儿子名字里的X和A,背后还有人工智能的暗示。 在他看来,学习和物理是拯救人类未来的关键,所以他也把这份期望放进孩子的身上。 这样的举动或许让很多人看不懂,但正因为他脑海里时刻想着知识、学习,以及那些颠覆世界的技术,才让他和普通商人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。 接下来,我想跟你聊聊,马斯克是如何凭借极强的学习与思考能力,从一个写代码的年轻人,一步步跃升到能造出比NASA更牛火箭的传奇人物。 如今,不少人把他称为最接近神的人,因为他的创新领域不止一家或者一招,而是在电动车、可回收火箭、星链计划等好几块,都大方一彩。 但要知道,他起初也是个程序员,干过互联网创业,公司卖了,才有低桶金。 马斯克的成功,归根到底是因为他那种不间断进化的学习方法,还有对未来科技的狂热专注。 下面会分几个层面,为你解析他的学习秘诀和思维方式,看看他是怎样在短时间内,学会别人几十年都没摸透的东西。 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,他并不靠所谓天生的天赋,而是凭借一套从根本出发的逻辑推理和持续自学。 第一点,要说马斯克的学习核心,就是终身学习四个字。 我们很熟悉的许多商业大佬,常常把时间花在应酬或谈生意,可马斯克却坚持把大量时间投入到知识汲取之中。 他有两个具体的方法,首先是海量阅读。 马斯克自己说过,是书本把我养大成人,而父母只是在旁协助而已。 他的弟弟金伯尔回忆,马斯克青少年时期就天天抱着书不放,每天至少能读两本不同类型的书。 想想看,如果一般人一个月才读完一本书,那马斯克的进度竟然是别人六十倍。 他自己也曾抱怨图书馆采购量太少,让他读不够。 要知道,他读的并不只是文学或通俗读物,还有大量科技、科幻和学术著作。 比如他,最喜欢银河系漫游指南,他启发他懂得,比解答问题更困难,更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问题来问。 马斯克说,这让他在看待任何挑战时都会先琢磨我是不是在问对问题,只要问题问得好,解决就水到渠成。 因此,他认为童年时期持续的阅读积累是如今所有疯狂点子的底气。 第二个方法,是把自己置身在最优秀的人才圈子里。 在他创办特斯拉前,并不会造电动车,可他挖来一批业界顶尖工程师,跟他们学习、交流,把对方的专业知识全都洗干。 同样的,成立SpaceX时,他并不会造火箭,却跑到洛杉矶网络NASA的资深顾问,日日跟他们深度探讨。 有人说,马斯克的面试方式是不停地问问题,一直问到你能知道的极限为止。 在那过程中,他把你的核心技术也学走了。 这听起来似乎夸张,可事实就是如此,他在偷师学艺时,速度特别惊人。 也因此,他的团队通常要求很高,每一个高管不但要在某个领域是行家,还得懂许多基础工程原理。 马斯克认为,只有这种互通的专家组合在一起,才能发挥最大火花。 你也许好奇,他不是CEO吗? 为什么愿意把自己变成学徒,去吸收员工或顾问的知识? 马斯克的逻辑是,如果要让公司在尖端工程上实现突破,作为掌门人,就不能只管财务和市场,还要真正理解产品细节和技术底层。 这样才能在关键节点做出正确决定,而不是像纯商人那样只关注短期利润或KPI。 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投入80%时间在工程或设计环节。 在访谈里,他也透露过自己挖人才的细节。 当他准备搞火箭时,第一步就是找到有过火箭研发经验的顶尖工程师,直接向他们提出无数技术难题。 如果对方说不出所以然,就说明资质还不够。 若对方回答到他都能理解了,他就能学到对方的几乎全部专业知识,并判断对方是否优秀。 然后再借力,这些人才把SpaceX搭建成拥有全球领先火箭技术的团队。 此外,他也极力鼓励团队里的工程师们相互学习,不要只懂自己一亩三分地。 特斯拉的高管也都被要求知道每个零部件的基本功能和工程原理,而不仅是,我只管财务,我只管行销。 这种做法,乍看强人所难,但马斯克相信,只有让团队整体都具备跨学科知识,才可以在遇到瓶颈时迅速想出多元解法。 整体来说,马斯克的学习之道,就是一本书加一群顶尖人才。 一本书,指的是广泛涉猎,阅读量惊人。 一群顶尖人才,指的是他主动接近最优秀的行业专家,日复一日地吸收其经验。 通过这两招,他从写互联网代码的小伙子,跳跃到火箭、电动车和人工智能的领军者。 接下来要说的,是马斯克常挂在嘴边的第一性原理。 什么叫第一性原理? 简单来说,就是用物理学的视角把一个问题拆解到最根本的层面,然后再从零开始推敲解决方法。 我们平常看事情,往往通过类比思维,喜欢说别人是这样做的,所以我也照做。 可是马斯克觉得,这样只能带来小修小补,想要彻底突破,就必须回到本质本源。 有一个经典案例,在早期坐特斯拉电动车时,业内都说电池成本高得吓人,每千瓦小时要600美元,而且短期内不会降。 这就让许多厂商直接放弃进一步优化。 但马斯克反其道而行,觉得既然电池由碳、镍、铝等材料组成,那为何不直接从金属交易所购买原料,再自家组装成电池组? 结果这种方法让他把电池成本降到80美元左右。 在别人还以为一直没办法降价时,马斯克就透过回到本质找到了新路。 马斯克从小就有这种思考习惯,譬如,他曾说自己小时候很怕黑,后来发现黑暗其实就是看不到可见光子而已。 当他理解了这个原理,就不再恐惧,觉得怕没有光子的状态很荒谬。 这种把问题拆到物理学层面的思维,便是他的第一性原理。 另一个让马斯克脱颖而出的,是他的跨领域学习。 一般人会说,我要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,就像在某座井里越挖越深,但马斯克更喜欢到处游走。 把汽车、火箭、太阳能、人机接口等不同行业的知识整合起来。 因为他认为只有跨界才能激发更多大胆构想。 比如他在电动车上研发出的电池技术,也能用在太阳能储能上,再放到太空项目里当储电系统。 如果他当初只专攻汽车,就不会想到把电池延伸到火箭或能源领域。 所以说,跨领域学习给了他更多连接各种知识的机会。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能在火箭动力、工程学、仿生学、人工智能等多个方向都颇有建树。 他不只懂概念,还能从理论推导到具体实施。 在许多人还在狭窄领域深耕时,马斯克已经站在更广阔的平台,把不同知识点融会贯通。 马斯克还有一个独特的能力,叫做迁移学习。 他指的是,能把某个情境里学到的核心原理应用到另一个领域。 比如你在学校学过程序设计,后来却能在物理研究中把算法思路借来,或是你研究人工智能,却能以其逻辑来思考汽车自动驾驶。 马斯克做的比一般人更彻底,他学习范围之广,从科幻小说,哲学,宗教,到编程,科学家传记等。 随着年龄增长,他又深入物理,工程,产品设计,商业,能源等各种领域。 通常,我们可能在一个行业里,就耗尽全部精力,而马斯克却愿意把抽象出来的思维模型,带到另一行业去应用。 他曾在访谈中提到,他会先把知识拆分为更底层的物理规律或核心模型,再用对比法去观察哪些方法能解决哪些问题。 对比法就是观察不同势力的一同点,透过反复比较,找出真正的共同原则。 如果我们想学这种迁移能力,可以先练习把已经掌握的技巧拆分为底层元素,然后在新环境中测试这些元素能否组合成新的解决方案。 马斯克在学习火箭理论时,就运用对比法,对照不同火箭发动机的设计,参考前人的失败和成功案例,最后提炼出一些火箭设计共性。 然后再加上他对材料工程与成本控制的了解,才让SpaceX的火箭价格大幅低于NASA传统做法。 另外,马斯克还很擅长把抽象概念和现实实验结合起来。 很多人学了一肚子理论,却苦于无法落地,而马斯克则边学边造,不断进行小规模实验。 他在中学时,就做过小火箭模型,还能真的点火发射,给同学和老师看。 这股理论家实操的作风,一直延续到他成年。 回头看看,他之所以能成为综合型大拿,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奇魔法, 而是他刻意把阅读、实践、拆解、对比这些方法持续运用,再加上不怕失败的韧性。 当SpaceX接连三次火箭发射失败时,他已花光大部分财产, 却还坚持第四次,必须再失,如果那次再失败,就破产了。 最终,第四次成功让他挽回局面,也奠定了SpaceX今日的地位。 所以说,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,加上正确的思维与学习模式,才让他登上神一般的成就。 总结来看,我们或许能从马斯克身上提炼出以下几点启示。 一,海量阅读,养成超乎常人的知识储备。 二,让自己置身于顶尖人才环境,直接向最优秀的人学习。 三,坚持第一性原理,把问题拆到最底层,再重新构建。 四,跨领域学习,不要被专业标签限制想象。 五,锻炼迁移能力,把一个行业的经验迁移到另一个行业。 马斯克虽是天才,但这种天才并非与生俱来,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训练和对自己目标的执着。 就像他在发射火箭失败的那阵子,外界都嘲笑他异想天开,还说连NASA都不行,你算哪根葱? 可他硬是在绝境里凑到资金,努力修复火箭缺陷,最后取得成功。 这说明,任何看似神奇的背后,都有几十倍的努力和思想武装。 总之,马斯克的崛起,绝非偶然,而是一步步累积的必然结果。 愿他的故事能给我们带来启发,激励大家在追求梦想时,多一些勇气和方法上的调整。 怎么可以做呢? 感谢观看